小王 啊 小王吗 李书渊 你再这样叫我给你不客气了 那开开玩笑就得了 什么不客气啊 好好好好 算了算了 好难不跟你斗 哎 对了 你有没有听过王八叫啊 王八还会叫呢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要不给你学一下 好呀 好 那我开始了啊 开始吧 开始了 你倒是叫呀 你倒是叫呀 你学呀 你学呀 王姐 你看我玩吗 我给你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那妹妹呢 我让她也听一下王八叫 家里有事 把雨先回去了 回去了 那怎么没有说一下呀 跟你说干嘛 那好歹叫了我好几天哥呢 我不得送到你了 叫你哥呢 叫你小王八还差不多 李书渊 你又开始了是吧 啊 来到 黄姐 怎么了 我今天家的民事都没了 要不我们去超市逛了吗 走 我现在 脸比兜落干净 哪有时间勾勾 我不去 嗯 要不我请你吧 还是算了吧 黄鼠狼给鸡拜年 你肯定没按什么好心 我身上的人嘛 再说了 你一时也花不了多少钱 我减肥 不吃 你不是会做饭吗 我 会啊 要不 你天天没事 就在家给我做饭吃呗 李书渊 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堂堂七尺男儿 再怎么说也是高中毕业 你让我每天在家给一个女人做饭啊 我煮外 你煮内 不好吗 你离我远一点 你这无时无刻都想占我便宜啊 李书渊 谁占你便宜啊 有好处的 有好处我也不干 一个月工资三天 外加免房租 不好了 李书渊 我跟你说啊 我平时就想自己做做饭 锻炼一下厨艺 其实多一双筷子也无所谓啊 但我可不是为了你那三千块钱啊 好好好 我下楼就取个快递去 李书渊 你能不能先给我预置一点工资啊 这起码有工资的 还有试用期 你去哪上班没有试用期啊 李书渊 你这个太狡猾了吧